乞乖宝宝学画画 在中国2020年是老虎年哦 我们今天来画一个老虎的2020年 首先呢我们要画一个老虎的脑袋 一个团形 它这个土圆呢上面稍微画的窄一点点 下面呢稍微宽一点点 沿起来 把老虎的眼睛画出来 土圆 爱心和弧线 我们快速地把眼睛画出来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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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画一个短短的粗粗的眉毛 是不是很有趣啊 短短粗粗的是不是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他的鼻子画出来 老虎大大的鼻子 画一个长条的图圆形 给他留一个小白色高瓜 给他留一个白色的高瓜 左边一个虎 右边一个虎 小嘴 虎形 小舌头在里面 画一个爱心小舌头 是不是很可爱 那我们怎么给他画花纹呢 老虎的额头上我们一般会画一个王字 因为他是白兽之王 只是说他头上的几个花纹比较像一个王字 OK 他的两边两侧 他脸部的两颊旁边也要画一些花纹哦 其实有一种说法是老虎 他的耳朵的位置呢 在眼睛的斜上方 老虎 我们给他画一个松布的弧线 一只伸出来的老虎爪爪 小爪爪 一 二 三 作为他的小爪爪 小爪爪 可以画一个小爪子出来哦 这样会比较可爱一天 别画太长了 他的身上也可以画一些花纹 短一点的 长一点的 两侧都画满 右边也是哦 这个花纹倒是不需要跟左边对称 差不多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他要短短长长长长长短短 现在我们来画一个圈 把这只老虎给圈起来 不是特别原意没关系的 我们把这个圆圆加粗一点 直接加粗 我们把这些地方给他涂黑 这是一个零 我们在前面呢给他加一个二 这个二呢被零挡住了一点点 我们继续来画二 他也一共有三个二呢 这个二呢是前面被挡住了一点 后面还有一个哦 圆边的二 它们是一个圆圆的二 诶 这个二呢 这个二呢我们把它画成小老虎的尾巴吧 一个尾巴拉出来就可以了 OK 那为了让它更有小老虎的感觉 我们可以给大家加一些像身上的这种花纹上去 其实不一定非要需要很多 比如说这个下面 嗯哼 这里也可以加一点 嗯哼 这里 我们给他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给二字在不同的地方 加上一些老虎的斑纹 还有哪里想加一点 OK 在下面我们再写一块 Happy New Year 好不好 H A P P P Y Happy New Cinda N G B W W New Y Y E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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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